2024年2月14日 星期三 大年初五 假期愉快 加拿大新闻 1. 多伦多租赁市场显示出放缓迹象 报告显示11月租金年比下降2.4%至2913加元 为2021年8月以来首次出现下跌 反映出租金成本增长的减缓 2. 安大略省的教师将获得2.75%的加薪 该提案在周五下午发布的新闻稿中公布 前两年教师将额外获得每年0.75%的加薪 第三年的加薪将交由重彩 3. 加拿大一家宣布将超过1500种产品降价 4. 响应加拿大人对家庭财务和经济状况的担忧 旨在减轻消费者负担 4. 安大略省一名男子在南非旅行期间遭遇绑架和抢劫 失去数千家园现金和珠宝 原计划的起立马扎罗山攀登之旅化为泡影 5. 多伦多近年治安和生活环境恶化 移民天堂形象不在 街头充斥吸毒者和无家可归者 治安问题频发 生活成本持续上升 中国新闻 1. 春节期间旅游业迎来爆发 哈尔滨和三亚返程机票价格飙升至万元 经济仓位一票难求 2. 全国多地春节接待游客数创新高 旅游景点客流量达到承载极限 同时春节期间的出境游 恢复至疫情前约80% 但前往日本的游客仅恢复40% 3. 2024年春节电影票房突破45亿元 参与人次超过8000万 三四县城市居民成为消费主力 四. 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因气温回升宣布逼源 将于2月15日停止开放 对已预约的游客提供全额退款 五. 新疆喀纳斯景区发生小型雪崩 两名游客滑野雪导致四人被雪埋 所幸紧急救援无人员伤亡 六. 嫦娥6号即将执行复杂的月球深空探测任务 试验队员在春节期间坚守岗位 七. 世界永连锦标赛中国队以17斤6银2铜领先奖牌榜 澳大利亚队以3斤5银2铜位列第二 八. 微信宣布摇一摇功能下线 结束其11年的服务历程 曾被誉为早期社交工具 国际新闻 一. 菲律宾金达沃省发生山体滑坡 死亡人数上升至71人 仍有47人失踪 二. 美国流感季节累计病例达2200万 包括25万住院和1.5万死亡病例 美疾控中心公布数据 三. 拜登竞选团队使用TikTok引起争议 白宫表示对TikTok的政策将保持不变 同时美国会通过针对乌克兰和以色列的950亿美元军援法案 四. 阿塞拜将与亚美尼亚边境冲突导致4人死亡 1人受伤 俄罗斯呼吁双方保持克制 五. 俄罗斯全球通缉爱沙尼亚总理 原因是拆除苏联士兵纪念碑 这是俄罗斯首次将外国人列入通缉名单 六. 法国提出黎巴嫩与以色列边境停火提议 以色列对加沙地区进行大规模空袭 中国呼吁停止军事行动 避免平民伤亡 七. 港珠澳大桥春节期间客流量创新高 单日超过13万人次 澳门入境旅客数达到历史第二高 旅游热潮持续 接下来是今天的深度解读 一. 特鲁多周五在新闻发布会上直斥表最近一轮大裁员 是一个垃圾决定 并称我很生气 贝尔加拿大公司BCE INC周四宣布计划在全GN的范围内裁减9%的员工4800个工作岗位 这是一次历史性且史无前例的大规模裁员 这让工人们感到震惊 除了大裁员外 贝尔还宣布将出售45个广播电台 关闭100多家的Source商店 BLL公司还终止了24个当地新闻广播 这一决定触怒了加拿大总理特鲁多 周五2月9日 特鲁多在大多伦多地区举行的医疗保健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这是一家有更好选择的公司所做出的垃圾决定 加拿大人需要要求更好 就像在这种情况下一样 我们会对企业领导人提出更好的要求 而BLL正在侵蚀加拿大人相互了解 相互信任和对我们国家的信任 以及我们正在共同建设未来的能力 他继续说道 所以 是的 我对BLL刚刚发生的事情 感到非常生气 特鲁多在安省金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对记者说 我很愤怒 特鲁多补充道 这不仅是对新闻业的侵蚀 也是对当地优质新闻业的侵蚀 在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它的时候 因为错误信息和虚假信息正在侵蚀我们的民主 贝尔媒体周四表示 在奇母公司宣布裁员并出售其103各地区广播电台中的45个后 该公司将终止多个电视新闻广播并削减其他节目 他说 广播电台和小型社区报纸越来越多的被大公司收购 这些公司解雇了记者并改变了其产品的质量 然后当人们没有那么多的关注或参与时 企业实体就会说 哦 看 他们不再盈利了 我们要把他们卖掉 贝尔的高管们则指责联邦政府花了太长时间 才为广告枯竭的媒体公司提供救济 同时指责CRPC对迫在媒节的危机反应太慢 贝尔指的是特鲁多政府称 旨在帮助加拿大陷入困境的媒体业的 两项联邦立法C-18法案和C-11法案 C-18法案也成为在线新闻法案 旨在迫使谷歌 脸书等科技巨头 就其内容向加拿大新闻媒体进行补偿 C-11法案更新了广播法 要求Netflix YouTube和TikTok等数字平台 贡献和推广加拿大内容 当被问及联邦政府 对贝尔等媒体公司的支持时 联邦文化遗产部长帕斯卡尔生 汪格·帕斯卡尔辛恩表示 这些公司需要在周四坚持他们的协议 在某些时候 白奥公司也必须投入资金 而且他们不会破产 他们每年仍在赚取数十亿家元 仍然是一家非常赚钱的公司 而且他们仍然有能力 这意味着他们要履行诺言 即提供新闻报道 文化部长周四表示 文化部长在周四的质询期间 用法语发表讲话透露 贝尔以往每年获得 四千万家元的支持 并称以后将不会再获得任何公共资金 一段时间以来 加拿大的媒体公司 一直在努力应对广告收入下降的问题 而联邦政府出台了各种计划 来增加预算 特鲁多表示 这并不是联邦政府试图收买记者 而是支持这个职业极其提供的服务 贝尔传媒首席执行官 米尔科比比奇 Michael Vivic表示 2023年的广告收入 较上年下降了1.4亿元 其新闻部门的年度运营 亏损超过四千万元 特鲁多表示 此举正在侵蚀当地新闻业的质量 和加拿大的民主 他说 当地社区的故事将国家联系在一起 特鲁多说 我们需要当地的声音 在过去的几年里 加拿大企业界放弃了 他们对社区的责任 而他们一直从中赚取了丰厚的利润 所以我很生气 二 2024年才刚刚开始 一个月内 大多伦多地区已经有约50 套因为违约而被强制拍卖出售的房屋 现在私贷抵押贷款违约成为了焦点问题 据Globe and Mail报道 加拿大一些规模比较小 监管较松的小型贷款机构 在疫情房地产鼎盛时期 以高利率提供房屋抵押贷款 但现在却显示出压力的迹象 因为生活成本的飙升 导致大批房主付不出越供而违约 在加拿大约有2万亿的抵押贷款市场 由加拿大皇家银行RBC和道明银行TD等 六大主要银行主导 但对于许多无法通过严格的住房贷款 资格测试的加拿大人来说 长期以来还有另一种选择 那就是找私人贷款机构提供的短期抵押贷款 其利率比大银行高出几个百分点 这类贷款机构中的一个子类别抵押投资公司 Mortgage Investment Companies 简称Mix 在过去三年中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在2022年房地产市场繁荣顶峰时 创纪录的低借贷成本 推高了抵押贷款需求 并进行了风险较高的交易 但随着过去一年 加拿大房地产市场疲软 生活成本和利率不断上升 消费者已经难以支付每月的付款 这导致许多这类公司血亏拍卖房产 以弥补房主违约和房价下跌带来的损失 加拿大替代抵押贷款人协会 Canadian Automotive Morgat Lenders Association 负责人Bin Kohler表示 鉴于我们的市场正在适应新常态 如今替代抵押贷款基金 面临一些压力是合理的 加拿大抵押贷款和住房公司的数据显示 2023年第三季度 私人贷款机构有近1%的抵押贷款拖欠 而全行业的拖欠率为0.15% 数据显示 2023年第一季度私人贷款机构 新发放抵押贷款的市场份额 从2021年的5.3%月升至8% 而大银行贷款的份额 从62%下降至53.8% 多伦多商业抵押贷款经纪公司 Landbank Advisors 向路透社提供的数据 也反映了私人贷款机构 面临的一些压力 Landbank Advisors 研究了2020年至2024年 一月期间发放的 1000多份抵押贷款 发现在加拿大最大的房地产市场 大多伦多地区 因违约而被迫出售房屋的购房者中 约90%的房主 都从私人机构获得了抵押贷款 在90%被强派的房地产中 其中有一半以上都从Mix贷款 2024年迄今为止 大多伦多地区共登记了约50 其此类强制开卖出售 而2023年为558起 2020年为92起 为了应对2022年3月以来的利率上升 监管家国大型银行的金融机构 监管办公室 去年只是他们持更多资本 以弥补贷款违约 但受省府监管的私人贷款机构 面临的监管较少 而且与主要银行不同 他们不要求客户接受联邦规定的 抵押贷款测试 以确保即使利率上升 也能付款 金融机构主管Peter Runtler的办公室 并不直接监管私人贷款机构 他本月表示 不受监管的贷款突然激增 将是一个问题 但到目前为止 该行业的增长方式 还没有引起人们的担忧 负责监管抵押贷款经纪公司的 金融服务监管局 已开始开展活动 保护消费者 免受负担不起的高额抵押贷款的影响 并对抵押贷款经纪公司 发布了新的指导方针 和更严格的许可要求 许多MIC是三四年前开业的 问题是 他们在当价值最高的时期开放 当你查看他们的账簿时 你会发现很多财务状况都陷入困境 土地银行顾问公司的 Jonathan Gibson说 但行业高管表示 一些资本充足 经验更丰富的私人贷款机构 通过拯救陷入困境的贷款机构 却看到了并购机会 Kalbert房屋抵押贷款投资公司 业务开发副总裁 Jesse Bobrovsky表示 他的公司正在寻找收购机会 Bobrovsky说 我们当然希望扩大市场份额 祝各位观众有个愉快的一天 明天见